哈喽,大家好,我是Patricia Soon 现在又到了一周一更新的时间了 那么今天我想要介绍的这个产品呢 就是爱多美的Defame 如果你还没有经过爱多美的Defame 或者是好奇这个怎么用的话呢 那么你一定要继续往下看哦 现在开始 这一个Defame呢,是非常非常多资料的 那么今天呢,我特意为大家准备了这些资料 然后把它简单化 让你清楚明白就是 为什么爱多美的这个产品 它的科技跟它的原料到底是有多针对 因为只要你了解爱多美的产品 它的背景过后呢 其实你会对很多市场上的产品 基本上都提不起兴趣了 那么这是我的个人感想啊 那么现在呢,就直接进入主题 这个Defame到底有什么特别呢 我们来看看 爱多美Defame呢,其实它是延续了之前 在韩国已经红了十年的这个 Skin Care Sick System 也就是互乎六建筑 而这个六建筑呢,它本身的科技 已经能够在这个市场上淡了十年了 而今天呢,Defame呢,它除了这四项科技之外呢 它还有另外加上 额外的四个添加的 就是原料还有科技 所以今天我会讲的就是它的四大科技 还有加上Defame它本身 加了什么样的特点 让这个FuFu Set呢,能够做到保湿 防老化、防皱纹 甚至能够去到雀斑 还有就是防止松弛 那么我就是从这个Skin Care Sick System 开始用这个爱多美的产品了 所以当这个Defame出来的时候呢 其实我是非常兴奋 而且我也很有兴趣知道 它们到底是加了什么东西在里面 而通过爱多美的网站呢 它说这个科技可以延续一百年的荣誉 那么在还没开始之前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Defame 这个五建筑呢,它里面是包括有什么 这个也就是你可以看到的Defame呢 它有这个Toner, Essence, Lotion 还有Nutrition Cream和Eye Cream 总共是五建筑一set这样子 那么现在开始咯 现在我就会讲的就是呢 之前六建筑那四大科技呢 现在已经加强了在这个Defame里面 那四大科技是什么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现在的一二三四四个 我会一个一个为大家解剖 这个到底是什么科技 然后对我们妇妇有什么重要 然后用这样的妇妇品的时候呢 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效果 OK 那么第一个开始呢 就是High Purification Technology 这一个科技呢 叫做高纯度萃取技术 而这个高纯度萃取技术呢 不是私人拥有的 而是韩国政府Carrie才能够拥有的科技 韩国政府呢就是Carrie 就是说Korea Atomic Energy Research Institute OK 那么这个Carrie呢 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 它是发展Nuclear Technology的 也就是原子力中心研究院了 OK 那么这个主要的就是 你能够看到呢 如果我们的产品 艾东美的产品 很多都是由这个 很多都是草本植物 还有就是花草之类的 而这个草本植物跟花草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 如果没有通过高纯度萃取技术呢 它出来的这个成果呢 是属于好像巧克力色褐色的 里面含有很多是我们不需要的 比如讲说它的色素啊 还有就是其他的味道 而这些通过高纯度萃取技术呢 它能够把这个色素 还有我们不需要的这个味道呢 更取出来 所以你能够看到的就是 它能够变成这个透明色的 OK透明色的这一尊呢 那么如果没有通过这个高纯度萃取技术呢 这个褐色的这个罐子的这个Assence 如果你要放去复复品里面的话 你放不多 最多是10%这样子 可是因为高纯度萃取技术过后呢 它能够高达放到80%到100% 所以我们爱多美的产品呢 都是非常高浓缩 非常高浓度的 全部都是因为这个技术 高纯度萃取技术 OK第二个技术呢 就是Fresh Extraction 也就是新鲜萃取技术了 那么当我第一次听到我的 sponsor 我的朋友在韩国跟我说 这个技术的时候 我是非常impressed的 就是非常的哇的感觉 就是爱多美呢 它会确保就是 就是把同一天呢 采取出来的这个新鲜植物呢 同一批在同一天里面呢 就马上把它process了 所以它没有通过这个 叫做烘干过程 因为烘干过后的草本还有植物呢 可能它们就会变成营养缺少了 或者是很多营养就会被热化了 就没有那个活性营养了 所以爱多美的产品呢 它的植物全部都是活性萃取 也就是新鲜萃取的 有点口感 所以下维他命C 那么第三个技术呢 就是发酵技术了 那么我们都知道 日本跟韩国呢 最出名的技术就是发酵技术 有很多很好用的夫妇产品呢 来自于日本跟韩国的呢 他们的技术高超 就在于他们的发酵技术 为什么呢 因为连续上一个 那个新鲜萃取的技术来说 新鲜萃取的这个植物跟草本 那里面它是没有放防腐剂 对吧 那么它是怎么保存这个活性的呢 就是通过发酵技术 而这个发酵技术呢 它除了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草本植物 全部东西活性给活跃的保存起来之外呢 而且它也能够让我们的皮肤更快吸收 那么这个第四个技术来咯 这个技术叫做 多重胶囊传送技术 OK 这名字实在是糖 那么这个多重胶囊传送技术 有什么特点呢 就是在于它的纳米科技 OK 如果你还没听过科马 科马这个研究所呢 纳米科技是第一个由科马研究所所创建出来的科技 纳米的技术呢 非常的好非常的神奇 也就是说 那如果我们在用复复产品的时候呢 它们的分子呢 可以去到非常非常的小 我这边做一个简单的例子 也就是说 我们的毛孔呢 大概就是120nm的这个size OK 那么一般上的这个复复品 你如果没有通过纳米 如果没有通过纳米技术 或者是通过比较粗略的这个纳米技术呢 它最多能够达到300到400nm 而爱多美的这个多重胶囊纳米技术呢 它能够把它的分子给打成到15到30nm 所以是非常小的 甚至是比我们的毛孔呢 小了大概4倍吧 OK 120nm 而爱多美的这个分子是30到15 15到30nm 也就是说 当我们把它敷在我们的皮肤的时候呢 它不单单只是保湿到我们的表面层而已 它能够达到我们皮肤的非常的深的底层 也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在用这个6件组 或者Defame 或者是Absolute Series的时候呢 我们在一两个星期就马上能够看到效果 非常非常的快 因为也是有会员问我说 这个那么快看到的效果 会不会是化学作用还是什么的 不是 只要是了解到这4个科技的话呢 都会了解到为什么爱多美的产品 在这么短的时间 你可以马上看到效果 OK 讲完了那世代技术过后呢 那么这个Defame它现在加了什么 新的4项技术 现在接下来就会讲哦 那么第一个它加了这个 这个ingredients的这个技术呢 我们叫做Pantanol Pantanol的华语叫做饭醇嘛 那么饭醇呢它是加强保湿能力 然后呢它可以减少我们的肌肤干燥 还有促进新细胞成长 而且能够抗发炎 那么在马来西亚 我们Malaysia的肌肤呢 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饮食啦 我们很喜欢吃就是辣的食物 还有就是刺激性非常高的食物 油炸食物 就会导致成我们的身体 非常容易发炎 如果发炎体质的人呢 他们就会发现到 脸上特别容易就是生痘痘 也就是发炎 所以在用这个有 含有Pantanol 饭醇的产品的时候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皮肤抗发炎 那么现在添加的鲜原料2呢 更加的厉害 也就是五种透明脂酸 我们叫HA 也就是Hialuronic Acid 在这个Defame里面呢 它总共有五种 有高分子的还有低分子的哦 那么这个Hialuronic Acid呢 它能够帮我们的皮肤 达到什么效果呢 第一它能够改善皮肤的弹性 也就是帮我们做到 Toy-Toy的效果呢 就是皮肤有这个弹性 然后呢 它可以减少皱纹 皱纹在这边 然后油也纹之内的 全部都可以减少皱纹 还有就是保湿 然后帮我们的皮肤 达到皮肤光滑的这一个 所以Hialuronic Acid呢 是我们肌肤的 巨大最大的这个大帮手 而这个爱多美的Defame里面呢 它总共有五种 差不多 我听了我真的觉得棒 Defame添加新原料 第三 也就是神经Shanana 那么这个Sheramite神经Shanana 我在之前的视频有说过 这个原料呢 我是通过 就是用了爱多美的产品 还有明白了爱多美的这个产品过后呢 才知道这个原料的存在的 原来这个原料呢 对敏感性肌肤 发炎肌肤 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 比如讲说在医药用的 还有就是比较高端的这个 高端 high market的这个 服服产品的都会看到有神经Shanana 这个原料 神经Shanana最重要的就是呢 它能够长时间保湿 然后第二呢 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 帮助保护我们的皮肤这个屏脏 就是Protection layer 就是让外界呢 不会那么容易呢 来污染到我们的皮肤 所以它能够帮我们的皮肤层呢 做到这个一个保护层 然后保护我们的皮肤 长时间保湿 然后让我们的皮肤呢 然后让我们的皮肤呢 能够更快的达到这个防老化的效果 添加原料第四 OK 添加新原料第四 也就是叫做这个加强版的保湿系统 它就是用这个三重的复合油 而这个复合油有什么呢 它就是有就是 热木果油 还有就是 Argania 还有就是摩洛哥的这个 阿甘奥 如果你知道阿甘奥的话呢 这个阿甘奥是 超级 抹性 就是保湿 能够让皮肤能够 呃 变成年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分 因为当我在东东做工的时候呢 很多摩洛哥的女生呢 她们都很漂亮 因为她们的国家就是生产这个 阿甘奥的这个地方 然后她们都能够用到非常纯正的 Extra virgin 阿甘奥 而这个也是加在Defel 里面呢 所以摩洛哥的女生呢 她们全部的皮肤都很漂亮 很年轻 头发也有很多的 OK 那么第三呢 就是有加了这个叫做 角莎 角莎西 OK 那么这个字我补 不会补吧 那么这个角莎西 很多就是美容的朋友嘛 就是比较专专业的 她们都说这个原料非常非常重要 只要在任何的产品里面 看到这个角莎西的原料呢 它一定是高端产品 所以如果你要找副副产品的话呢 你一定要找这几种原料 那么用了过后呢 皮肤才会有效果 那么这个加强版的保湿系统 三重复合油呢 它能够做到的就是 让我们的皮肤更快吸收 刚才所有的这个原料 对吧 然后更清新更持久 OK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 当在用这个Toner 当在用这个Atomic的Fame 这一套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妈妈的feedback 是觉得说这一线的吸收能力真的是太快了 而且我妈妈的年龄大概是 六十八大概要七十岁这样子 所以对她的肌肤吸收能力呢 跟我们年轻的话来比呢 那么我们年轻化的肌肤 当然吸收是比较快的 OK 可是我们来说她用这一套的时候呢 吸收能力超快 她超喜欢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 她四个科技 跟四个添加的新原料呢 有很大关系 而且她的质地非常非常的柔 比较水 比较水 非常适合我们这里马来西亚 这样子的秀美的天气 因为我们用的产品 就是要快吸收 然后我们才会觉得清爽 然后才会继续用 对吧 除此之外呢 最重要的就是很多人呢 现在都很担心 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敏感皮肤 肤质对吧 那么爱多美的这个产品呢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每一个富富产品 它出来的时候呢 它都会去拿这个德国证明的 叫做Derma Test 这个Derma Test 在全群哦 也就是来自德国的 只要任何的富富产品 是经过这个Derma Test 它都会给一个Rating 而这个Atomi的 这个Defem的Rating 在German的这个Derma Test 里面是获得Excellent的 那么代表什么呢 代表就是无刺激性 然后没有任何就是会令皮肤 起到副作用的这个化学物 所以要得到这个Rating 是非常非常难的 可是爱多美它出的每一个 富富产品呢 它都会想要去获得这个Derma Test 就是让每一个我们爱多美 会用的安心 所以爱多美呢 它本身就是一个 帮我们挑高品质 然后通过它呢 把这个价格呢 放来是最合一化的 给所有爱多美的会员享用 所以 哇 这个Derma Test 真的很厉害哦 它就是 也是有这个皮肤科医生 还有深入学家团队去做的这个 如果你们要对Derma Test 这个公司呢 要多了解的话 你们可以去Google一下 嗯 它的背景很大 OK 接下来呢 我就会为大家示范一个一个一个 按出来的 在我的手上的时候 是什么感觉 然后通过这个呢 你们就能够看到它的吸收能力有多快 OK 一开始呢 会来先展这个Toner Toner呢 也就是收缩水了 那么在我们还没有做护肤之前呢 Toner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化妆水 为什么呢 因为它会提供足够的这个水分呢 所以我们之后下了这个腹肤产品才能够有效的吸收 皮肤一定要有水分呢 才能够让其他的这个精华液更好的吸收 现在我会把它挤在我的手上 它是这样子的 质地是这样子的 有点透明 然后有一点点好像精华 你只要把它打开了过后呢 它的味道很香 OK 打开了过后呢 然后当你不用用这个Cotton 就直接用手涂抹在脸上 干净的脸上就好了 OK 涂了过后就马上保湿 而且有冰凉的感觉 第二步用的就是 Eye Cream 很奇怪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用了Toner过后 一定是用Essence 对吧 可是爱多美的这个The Femme 跟Skin Care Sex Series是一样的 第二步是用这个Eye Cream 为什么呢 因为呢 爱多美的这个Eye Cream 大概就是有40ml 这么多这么大个 OK 因为爱多美的Eye Cream 它的分子非常的小 它是这样子乳白色的 OK 而且它的质地呢 也非常的水润 因为有些妹子啊 她们说她们不敢擦 这个Eye Cream 就是怕擦到Eye Cream过后呢 它会怎么样 就是会 会生油力还是什么的 那么如果你用的是 爱多美的这一款Eye Cream的话 质地非常的柔 非常的水 所以你只要擦在皮肤上的时候呢 它的吸收呢 也比那个乳 那个酸的来得更快 OK 一擦上去呢 它马上就透明了 就马上吸收了 除外多美的Eye Cream呢 你可以不单只是 涂在你的眼 这个周围 还有就是你的眼皮吧 你这个Eye Cream呢 你还能够涂在 就是皱纹比较深的地方 因为这一款Eye Cream 它的分子非常小 所以你涂在任何 有皱纹的地方 比如讲说像 这个叫做 这个叫法律纹吧 OK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皱纹 演奏的皱纹 这一些地方呢都可以涂 涂了过后呢 精心做一些提蜡的按摩呢 你马上就能够看到很好的防皱纹 就是能够马上减低细纹这个效果 非常非常的快 那么这个Eye Cream的特点呢 我想要讲一下就是 在爱多美的这个网站里面 它有说它拥有这个HST Human Skin Therapy的胶囊技术 也就是它能够形成我们的皮肤呢 第二层的皮肤保护膜 而且从细纹到深皱纹呢 都能够起到这个呵护的作用 那么第三步呢 就是用这个Essence了 那么这个Essence它的功效呢 就是通过细微输送的系统呢 它为我们的皮肤这个提供更加迅速 更加生成 还有更显着的效果 所以它的精华呢 是在整个里面是最高的 也就是为什么它叫Essence了 那么如果开来按在手上的话呢 刚才我涂的全部都已经吸收完了 OK 那么这个第三步上这一个 一个Bump就够了 当然这个没有到一个Bump 如果是你用的话 一个Bump一张脸就非常足够了 那么在做复复的时候 记得景象也要涂到 那么这个就是Essence精华液 OK 也是一样非常非常的柔 一涂呢它马上就融化了 哦 感觉好好 OK 来到第四步呢 就是用这个Lotion了 那么很多人都会问说 这个Lotion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其实它的作用就是 是维持皮肤的油水平衡 OK 而且它里面有一个叫做 保湿黑酵母的这个天然保湿剂哦 它能够提供更持久的保湿 OK 那么它能够有这个油水 油水平衡的这个物质在里面 也就是说 我们涂的时候对吧 OK 刚才我们涂的这个产品呢 它都是属于比较水嫩的 因为接下来我们要用的是霜 所以你要让这个水跟霜呢 能够更完美的结合呢 这个乳液 Lotion就来得非常非常重要了 OK 所以这个Lotion呢 它的功用是非常大的 也就是保持油水平衡的皮肤 一涂马上也化了 接下来第五步讲呢 就是这个Nutrition Cream 也就是酸 我们叫做营养酸哦 那么这个Nutrition Cream呢 它的质地呢 其实也是蛮水嫩的 可是比起其他的来说 它就比较的浓一点点 可是对我来说 它跟这个Eye Cream是差不多的 可是有高一点点的这个浓度 OK 感觉上一一摸就马上感觉出来的 比较有高的程度 所以这个呢 你要马上跟它涂上去 所以这五个产品 你一涂上去的时候呢 如果它没有那个多重胶囊 纳米技术的话呢 是没有办法一下子涂这么多个产品 而让你的皮肤感到清爽的 所以这个纳米技术 大家都没了这个 跟他我所说的 这个15-30mm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有了这个技术呢 我们才能够一层一层的 把副品上上去 而且更好的吸收 那么涂这个Nutrition Cream 也就是营养霜重要吗 其实非常重要 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 如果你本身是有睡冷气房的话呢 那么这个Nutrition Cream 你一定要放 为什么 因为它能够预防水分流失 就是刚才我们所涂的 任何的精华液 i cream Toner的 我们敷在脸上的时候 如果没有这个Nutrition Cream 达成一个层的话 那么我们刚才涂的那个水分 很容易流失 所以这个能够长时间的 预防我们水分流失呢 而且它对于皮肤弹性的 这个修复作用非常非常好 比如讲说 有一些会员 他们的这个讯息就是 他们生产过后 他们有润成纹 对吧 那么他们都会用这个Nutrition Cream 涂在他们的润成纹上 而且他们能够看到 大大的减低 那个润成纹的这个 有一个就是那个 巴的那个 沉淀的色素 所以这个Nutrition Cream 对于呢 不但你们只脸 颈部也可以用 我好开心啊 能够把这个Defame 就是简单化的讲出来 因为它的资料真的太多了 如果你们想要看它的 网完整整 刚才我所讲的这些资料呢 那么你们可以去到 爱多美的这个 ch.atomi这个网站呢 它拥有所有的slide 也就是 所有的特点重点 有时在网站购物的那一边呢 它也是会写很多 可是详细的呢 它都会特别的准备这个 我们叫做Education 就是教育素材 给我们去看得更清楚 也就是让我们在中心讲的时候呢 能够讲得更详细 哦 对了 最后在我还没有忘记之前呢 这一套呢 适合什么年龄的肌肤使用呢 我建议就是呢 超过25岁以上的皮肤使用 因为25岁以下的皮肤呢 还是属于非常有弹性 非常有胶原蛋白的皮肤 还不需要用到这个防老化那么高的 所以这一款呢 只要是有了年龄的人用呢 他们都会非常喜欢 因为在我们的皮肤老化的过程中呢 防止老化非常重要 而且它的质地那么容易的快吸收 所以大部分呢 如果是逐渐老化的肌肤 在用症的时候呢 都能够很快看到效果 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建议 然后第二就是呢 如果你是属于比较油性肌肤的话呢 那么我会建议就是 从Hydra Set开始 就是不用马上就是start这一线 只要把皮肤补水过后呢 你的油性肌肤也是会大大有一个进步 然后过后你再用滋润度比较高的产品 OK 那么今天的介绍就到此为止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你可以like这个视频 然后subscribe呢 我们这个YouTube视频 这个就是这个Channel啦 Patricia Sun这个Channel 我会在定期的时间呢 都会为大家介绍这个Idomi的产品 然后就是把它简单化 OK 希望大家从这个YouTube视频里面呢 可以学到 或者是获得你们想要知道的知识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